海巡署無人機空拍畫面 20尺貨櫃滿滿海面 從堤防邊綿延到沙灘上 零星的排列 還有成群結隊好像是城牆一樣 貨櫃塞滿了航道 範圍從南興計畫外的海域 到中雲漁港附近 沉船貨櫃海面上漂流 東流線的交通船航行 肉圓就清楚可以看得到 海面上一卡貨櫃漂浮 來啊 我給我一隻 我去過頭一隻 東港漁民侵塵出海 結果緊急收網 檢查發現狀況不太妙 因為拉回來的漁網好幾處斷裂 漁民透過了雷達一看 一個一個亮點 密集挨著彷彿一堵 海上圍牆 水下大概3米5米的地方呢 它雷達偵測不到 那你船開過去萬一碰到的話 那就很危險 將近600個空貨櫃海面亂竄 船長工會理事長直言 就像是移動式的水雷 一般的漁船設備 只能看到海面上的物體 貨櫃裝滿了水没入海面下 經過的船隻撞上受損 難以防範 從原本的貨輪沉沒地點 移入到鳳鼻頭外海域 21號下午漁民發現 貨櫃是衝往小琉球往南漂 但是22號的清晨 因為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海流往北 貨櫃的位置又往上提 大部分就聚集在中雲與港外 天使輪汽船之前 船員已經關閉了油閥 將近500公噸的燃油 暫時沒有外洩的疑慮 但是颱風逼近 海面的風浪變大 除了要加速把漂流的貨櫃 給拉回來之外 關鍵黃金72小時 更要確保燃油不會造成污染 讓生態受到影響 三連新聞綜合報導